LAYO LAYO 了世紀天天中心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 印家人對上哥德倫 這一場比賽是帝國戰爭的石灰岩地形 ok 那這場比賽蠻特別的 兩位玩家都是選到了印這個顧兵文明 那這兩個文明在早期來說也是死對頭 兩邊都有克制對方的方法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這邊大約7點鐘方向 藍幫是選擇了印家人 印家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投石手單位 打步兵傷害非常高 然而HOT 哥德倫就是步兵文明 但是投石手又害怕戰毛兵 而哥德倫三級射三級弓兵甲都有 所以有反制方法 即使印家人出槍隊長或是老鷹 哥德倫也有火槍 反觀 如果印家人出投石手 或是強弩的話 哥德倫也有哥德衛隊 可以互相克制 所以整體來說 這場比賽是相當有趣的克制大對決 來看一下兩點鐘方向 哥德倫這邊是紅色 哥德倫他有非常多的步兵折扣減免 可以用大量的經濟 然後出更多折扣步兵去海量壓制對手的策略 但哥德倫在城堡時代初期 可能出步兵還是相對顯得被動一點 畢竟沒有機動性單位 而且投石手很容易壓制住 所以哥德倫也有前期城堡時代打工兵 中後期轉出騎士的策略 那到了後期的帝王時代 再轉出大量步兵 做一個反擊 那整體來說 哥德倫的玩法是比較 對新手不太友善的 那應家人這邊也有食物減免 所以兩邊的性質都很像 而且都有互之克制對方方法 這邊兩邊是出工兵 應家人MBL是選擇了工兵開 哥德倫也是工兵開 那MBL這邊是打一個多線 槍兵工兵 還有老鷹 想要抓一隻村民 這應該是難抓掉了 殘血的回家 好可以繼續撒田 這裡沒有點義農 MBL這裡也沒有點義農 就先撒農田 雖然嫌棄的食物喔 非常稀缺喔 要出毛兵老鷹 開始把自己的軍力堆起來的話 這個投資義農的話 很容易兵力就會短缺喔 所以對方的兵力一直堆積起來被帶走 這裡開局 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問題 伐木場都蠻正常的 這個伐木場有點慘 並不是在這個位置 開局送伐木場 有時候也會決定這場的經濟是否優劣 工兵肉麻 再次往前 但是應該不會太過深入 稍微控制果子就好了 好MBL點下了一級步兵甲 待會老鷹槍兵都可以獲得這個優惠 MBL一村被點掉 哈特這邊掌握到非常好的時機 獲得了一村的優勢 好 那哈特來說 他這個文明本身就有這個 織布技術 馬上研發好的效果 所以哈特這邊看起來 是城鎮中心閒置了大約一村的時間 但是村民術並沒有落後 就是這個原因 一秒就可以研發好織布技術 非常方便 好哈特這邊也點下了一弓 想要提升一下肉麻的傷害力 肉麻傷害力點下 但是沒有工兵甲 現在MBL變成 毛兵 工兵 老鷹怪 這個有點難解喔 這個陣型 但是哈特這邊的肉麻也是非常可怕的 要是還有品種的話 一攻一防 再品種 這個肉麻就是封建時代最強的單位了 好 傷害極高 六點傷害喔 甚至比工兵單位喔 還要高傷害啊 而且攻速也比工兵還要快 所以這個封建時代 能點出品種一攻一防 然後讓對方也在城堡時代的話 哇這個肉麻是非常有殺傷性的 而且這個品種加阿斯蒂希 在前期來說是非常巨大 背景前期的單位喔 傷害值都並不高 哇哈特真的是要走這個路線 那哥德人來說喔 他也是有大肉麻的文明喔 所以後期也不是非常難打 那這個大後期的肉麻 加上步兵的壓制 還有槍火炮 就是以步兵文明來說喔 哥德人經濟並不是那麼好 他只有折扣上的優惠 前期只有吃野生動物的 更久一點時間喔 如果哥德人可以找到鹿群喔 把這個鹿群全部吃乾淨的話 經濟加成會非常非常好 那這邊哥德沒有打算要點品種 決定不上品種 直接先上城堡時代 品種我們晚點再來說 兩邊都打得有點 互相怕怕的感覺 應該不會開打 先繼續看下去 品種要不要補一下 還是補一下品種 城堡時代哥德人打騎士 也是沒問題的 畢竟二攻二防品種也都有 可以當成一個正常馬國來打 哥德人過來 想找洞鑽 兩軍相會 但是並沒有產生大規模衝突 這兩邊打得有點偏偏 好這一波 MBL可能是想要打一個 時代升級變身 好這裡可能要往前壓 哈特使手高地 好但是對手先上時代了 哈特可能要先往後拉 先升老鷹不升工兵 這邊要來轉老鷹爆了 一家老鷹爆最強大的地方是軍營 這老鷹造價十五非常便宜了 所以黃金多挖一點 紅田可以少一些也沒關係 這個老鷹爆 待會一出來就不得了了 哈特不知道要怎麼擋 這個老鷹爆 如果二級甲的話 那更是崩 那更是崩潰的一件事情 好 哈特這邊要打印老鷹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出騎士 當然哈特這邊是選擇了 先升級了 戰毛兵 二級馬鎧 那待會要全補 這個騎士 MBL攻兵沒有打算升級 家裡這一部進來能守得住嗎 弱馬這麼多 這一波交換 感覺MBL沒有辦法賺到任何甜頭 反而是哈特可以先行進攻 要往裡面衝嗎 這裡不打算往裡面衝 這一道牆會稍微阻擋了 這裡的進攻狀態 這個節奏會稍微被擋住 再補一個皇子 這裡打算要回首包抄 這裡有一些毛病在後方 這裡有看到 再吸引過去了 高打低 OK 公兵毛兵數量很多 但是南美國的問題就是移動速度慢 騎兵果還是追的比較快一點 這裡用一些肉馬直接擠掉 哈特要不要上下輕騎兵呢 五十斤 一百五十肉 剩下輕騎兵 挺不錯的 好 MBL點下了二級伐木 一級農田 哈特則是補下輪軸技術 二級步兵甲 這時候靠了買賣一波 終於有這個二級步兵甲 好 現在騎兵數量有點多 MBL這波 這波要是被包抄掉的話 可能就沒了 這邊怎麼開戰很重要 戰武兵直接貼到最近 開始激活 騎士兩邊血量交換 騎士完全碾壓老鷹 老鷹全部倒地 因為連二級步兵甲也沒有 攻擊力也沒有 這個情況 南美洲的老鷹 就會顯得相當無力了 哈特 成功的使用弓兵跟騎兵 解決掉了MBL的 不攻大軍 好 那哥德仁這邊 城堡時代打的是騎士 配上戰毛兵的策略 跟我們開局時 預料到的結果差不多 哥德仁的步兵折扣 帝龍時代是真的香啊 而且很強大 前期沒有太多的資源 可以讓你的步兵 產出這麼多的數量 因為步兵是產生速度快 造價又是便宜的單位 但是你要享受這個折扣 首先你需要有錢 要是連一百塊都沒有 這個折扣也是享受不到的 所以哥德仁 還是會多打一些經濟型的打法 會比較適合這個文明 哈特這邊是直接用騎士 手撕射箭場 MBL 轉出城堡之後 開始轉出槍隊長 槍隊長打騎兵 也有稍微額外增上效果 而且有移動射程 血量上來說也是非常多的 比這個一般的槍兵 還要更多一點的血量 到了經濟之後升級 血量是非常多的 好這邊肉馬直接溜進來 這個村民是怎麼了 MBL忘記了嗎 MBL有點慌 這麼大量的兵力 好賣了兩百石頭 轉出了投石車 想要先用投石車打掉後面的戰毛兵 MBL這邊槍隊長很難打得贏 好騎士被戳掉幾隻 槍隊長的威力看得出來 這一波要上了 投石車出來砸 結果沒砸到 尷尬 投石車砸一發 直接砸了個疾磨 戰毛兵還活得好好的 但其實戰毛兵的問題並不大 騎士才是問題 但騎士開始被大槍兵 這個槍隊長給戳到頭破血流了 阿德想用這個高低進行反擊 但是沒有辦法 一攻射程的槍隊長 一直集火 就可以抽到非常多的騎兵單位 好槍隊長出來 現在戈得有點難受 繼續按騎兵 雖然能打 但是會打到頭破血流 還是要直接轉奴兵呢 轉奴兵的話 弓兵又打不贏 還是鬼轉步兵 轉常見兵的話 槍隊長跟老一 就稍微能打 槍隊長數量一多起來之後 也很容易被秀 畢竟一般的步兵是沒有一攻射程 這一攻射程喔 就可以獲得更好的 這個操作空間喔 好 請用我錢 好 招掉剩下槍隊長 還是損失了幾匹嗎 他才看到這情況 不行 趕快補下 城堡 必用時代 晚點再來上嗎 還是 先殘些哥德衛隊呢 那哥德衛隊打槍隊長也是相當劣勢的 畢竟哥德衛隊的步兵喔 這個防護力是非常低的 近戰防護力 槍隊長本身的傷害是有7點 現在加1點總是8點 那哥德這邊是 哥德衛隊天生0點防護力的 好 哈特在這邊點下了2級 防護 MBL則是 佈下了 4TC 開農 5TC也要來啦 這個城鎮中心非常多啊 MBL也是打一個經濟型的流派 好 哥德衛隊出來 馬上被蒸發一隻 哥德衛隊真的能打嗎 感覺有點打到頭破血了 但是現在 哈特有數量上的優質 喔 戳戳戳 一直戳一直戳 好 護兵 鎧甲先點一下 不然哥德衛隊被戳到 真是戳到頭破血流 好 那哥德人要應付槍隊長的話 帝龍時代還有火槍 所以 哥德人也可以憋到帝龍時代再開戰 這更好 現在這個時期 對MBL來說是更有優勢的一方 好 這裡用生鯉 趕快先戳生鯉 先把車子給戳掉 投石車砸得很好 砸到兩發 大玩的 傷害輸出 打320C血 好這裡再繼續砸 這個輸出越打越多了 好MBL 點下了帝龍時代 哥德人 則是點下了 兩邊都點帝龍 然後97 對1 3 哇 臭名數越差越多 哈德這邊的想法 應該是要來轉火槍喔 待會要先補大學 可以大學補完 那哥德人 那哥德人 待會的打法就比較單純一點了 直接轉哥德衛隊 配火槍 應該可以守住大部分MBL這邊的轉兵 那硬家人這邊要反制 哥德衛隊跟火槍兵的方法 最好的打法就是投石手 非常大量點下EDM彈弓 這個銀罐技術 就可以讓投石手的輸出最小範圍 還有這個一點的傷害增加 再點下拇指環喔 這個傷害就非常可觀了 甚至連這個火槍兵都稍微能打 只有稍微能打的部分 好這裡五隻槍兵 進來看一下狀況 哈德的濃度大概是多少濃呢 其實看起來並沒有很濃 臭名數稍微落後一些而已 好兩邊城堡對射 哥德衛隊慢慢產生 槍隊長來到了22隻的數量 好槍隊長這裡 最後是沒騷擾到幾隻村民 全部倒地 哥德衛隊成功守住 那哥德衛隊的移動速度是比較快的步兵單位喔 還有一點的移動速度 那槍隊長的話是1.10 欸怎麼好像比哥德衛隊還要快啊 原來槍隊長是跑得比較快的那一方嗎 那哥德衛隊這樣移動速度 可能會被槍隊長壓直打喔 喔沒有 哥德衛隊比較快1.15 想說印象中槍隊長是比哥德衛隊還要慢一點的嗎 好這邊投資車兩台過來壓制 好哥德人化學補下 印加人這裡要轉投資手嗎 好開始轉投資手了 知道上帝王哥德可機是步兵海 好槍隊長走進來 剛好抓到蓋射箭場的村民們 好但這個射箭場還是蓋好了 槍隊長直接衝進來 這裡想要趁火槍成型之前 先把槍隊長的CP值給炸乾 好兩邊互相傷害 投資車 拆一點就可以解掉 老人出來了 應該是拆不掉 好家裡中化目前影片良好 槍隊長這裡的部分 是戳掉了一些村民 哈特經濟有點糟糕 NBL這邊想法不錯 好 五分多的射箭場 我槍趕快按了 好 劇情投資機 目前是由NBL兩邊互相傷害 都拆掉了對方的城堡 都是三巨頭 對拆 上方的城堡也是 利用的是在出席 都是投石大戰 這三台巨頭 沒有城堡的保護 NBL有機會用槍隊長戳掉三巨頭 好 這裡直接架起來 沒有發現嗎 這裡可以上 發現了 上前衝鋒 防火槍趕快擋 三攻好了 哇 三攻一好 打這個巨頭 起量掉五塊 三台巨頭 成功收掉 哈特上方的城堡 跟NBL的城堡 兩邊都是互相傷害 但是哈特的城堡 一個都不剩了 還有一個在這裡 不好意思 待會還是可以減下 無政府狀態 跟士氣灌入 好 現在火槍出來 NBL 有點麻煩 遇到火槍兵 還是只能出戰嗎 好 直接用巨頭砸火槍兵 才砸到兩隻 這巨頭準度有點準 好 打得到火炮嗎 沒有辦法 好 後面NBL 少量老鷹飛進來 但農田裡有火槍兵 成功守住家裡的騷擾 但聰明書被打出來了 NBL150吋 戰哈特99吋 後面差距約為100吋 NBL相當有優勢 點下了三級射 跟彈道學 還有手推車 這邊把自己的聰明的經濟搞到最好 資源差距來到了8000資源 他可能利用自己的兵種優勢 進行努力的 單位交換 MBL也點下了化學 往前推 這個產生東西要是能拿下來 哈特可能就會受不了 哇 割德火箱快 完蛋了 割德沒有足夠做村民 待會步兵也很難亮閃出來 這槍隊一直被火箱給秒殺 好 巨星球C炸來一發 中了 火砲倒地 MBL 化學還有10秒鐘 戰毛兵數量成型 但是遇到這麼多大量戰毛能換得起嗎 好 開始甩槍 下方的老鷹跟四隻 頭四手 從右側偷偷進來了 這時候哈特打出拒絕 我們恭喜MBL拿下比賽勝利 哇 MBL經濟碾壓 果然硬家人 這文明是相當可怕的 帝龍時代 食物減免非常多 大量戰毛跟這個槍隊長 都可以數量碾壓 雖然割德這邊也有優勢 但是這邊割德直接轉步兵的話 遇到前面的那些頭四手 優勢並不是那麼巨大 而且槍隊長還有異攻射程可以壓制 所以單純以走步兵路線來講 Gordon的優勢並不是那麼巨大 一定要先有一些火箱之後 再轉步兵 才有機會擋下來MBL這招打法 當然需要轉步兵的話 又需要大量經濟 這個後期的經濟直接爆炸 臭明書差距打了太多了 所以沒有辦法 只能打出GG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當然經濟的部分是由MBL 支援全勝 平常都是HART 可能支援會贏MBL 但MBL這一場的打法 非常經濟型 那我覺得MBL 可能會更適合這種150吋戰術 強攻戰術 可能已經對他來說上了年紀了 可能他年輕時很強沒有錯 但現在MBL 反而用這種經濟型打法 反而會更穩定的感覺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來操作 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